24. 東方日報 增立基 無必要引入 2015年7月27日產經 B03去年互港通開通後 除為港股駐入北水外,港股更越來越易 股化、中環公共關係顧問集團 主席增立基直言,港股最明顯轉變是波動大餡 MN多,對於港交所003882引入市場波動調節機制 他認為香港向來奉行自由市場,沒有必要引入 投資者應對自己的投資行為負責 中環公共關係顧問集團主席增立基稱 互港通開通後最大轉變是重新了解內地投資者的取向 蕭危4. 老字號上市了陸續有來增立基表示 市場應該繼續自由運作 如果有新的法規,唯一應該考慮的是如何保障全部投資者 不可以因為怕某些情況出現,強行退一些法規 他又指,港交所及證監會經常教育投資者要注意投資風險 所以負責任的投資者,會知道自己要做足功課 若以法規限制市場力量,長遠來說未必是好事 至於香港應否採納同股不同權制度,他僅說同股同權比較好 他稱,創業版新股較以往活躍 料未來上市公司的行業種類會更多元化 例如近年礦業及服務業都有分拆新業務來港上市 同時不少本港老字號,近年嘗試活動重新活躍 相信與新一代管治有關 他表示,上市可以令傳統家族企業管理制度化 方便第二代或第三代分配資產 並可以引入專財管理業務 因此近年更多本港以熟能長的老字號上市 相信有關例子陸續有來 S.P.R.G. 護設財經公關團隊增立機有指 互港通開通後,財經公關面對最大的改變 是要重新了解內地投資者的取向 尋找渠道接觸內地投資者 因此公司在上海新設立財經公關團隊 以掌握上海市房、除本港業務 在台灣、北京、上海、廣州、新加坡及馬來西亞都設有分公司 今年正值成立二十週年,民及S.P.R.G. 會否考慮上市 增立基段言不回,指上市會限制公司發展 如今年集團新增非貿易企業社會責任公司 若上市就要與小股東交代,認為局限業務決定 加上公司無大型集資需要,故沒有考慮上市 請進一程 您暇ятно 鬥 您暇 總 此 整